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0年7月21日 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今天还是想讲一讲音频 音频看来比较轻松一点 今天的主题就是针对美国对于 以华为为首的一系列高科技公司 主要他们觉得这些高科技公司的罪行 或者说这些高科技公司 在中国国内是侵犯了人权 所以要限制以华为为首的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雇员的签证 相对于前面传得沸沸扬扬的 美国要针对92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 及其家属出台的签证以及入境限制 这个针对华为的签证限制 是已经出台了,是已经官宣了 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限制 实际还是在一个口炮阶段 并没有进一步实施 虽然白宫的发言人说 会保持所有的选项都open 但是一下子要针对上亿人 甚至数亿人实行签证和入境禁令 这个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到了两国真的要开兵建杖 或者两国真的要完全撕开脸脱钩的时候 才可能出台这样的最后一步的一个限制政策 那针对华为,针对其他高科技企业 另一家我相信应该是大疆,还有海康威视这些企业 对他们的雇员以及管理层进行签证限制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虽然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公司 但是他们的员工雇员其实也没有多少 加起来我相信也就最多几十万量级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这个是已经出台的政策 这个就是已经亮出来的箭 就不是在刀鞘里的 那有一些小伙伴呢会受到这个的影响 会比较惊慌啊 那我觉得一方面如果你已经在这些公司里任职了 已经是其中的雇员了 那这个就确实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 你要么就辞职,你要么就跳槽 否则的话呢确实就会受到这个签证限制和签证影响的 如果已经拿到美国签证还好 没有拿到的话近期还是不要去申请签证了 那基本上是肯定会被拒签的 那有的小伙伴呢会问罗宾他说 就是他们刚刚拿到了华为的offer啊 就说要不要去这家公司去工作 那我个人建议呢 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衡量一下 你对于这个工作的重视程度 和你对于美国签证的重视程度 数重数轻 那你如果觉得这份工作更重要 养家糊口更重要 有一个更高的收入更重要 那当然是先拿到工作再说吧 毕竟这个衣食住行啊 还是最基本的经济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你能够在其他的类似的公司 或者国外的企业能够拿到一份差不多的收入 或者稍低一点的收入呢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为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工作 你在哪里都能工作 甚至以后你还有可能可以去美国去工作 因为高科技员工啊 高科技公司能够在里面认职的 那你肯定是有一点能力的啊 你在哪个国家也好 在哪个公司也好 其实都有发展前景的 没有必要为了华为这一棵树啊 放弃美国签证这一片森林 因为美国签证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说它不重要嘛 它只是一个外国国家的一个签证 那你如果说它重要的话 它有可能就意味着你今后将来 在海外的发展 甚至你以后去五眼联盟的国家 你能不能顺利拿到签证 美国签证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五眼联盟 他们之间有一个签证和移民信息分享 这在我以前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分享过的 所以说呢 有很大概率啊 如果你被美国这边的签证限制和制裁了 那你申请五眼联盟 其他四个国家的签证 恐怕也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如果将来双方啊 就中美双方更加的尖锐对立 那美国对于华为 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的这种签证限制啊 入境限制啊 移民限制会不会进一步的加码 甚至会不会给你来一个 就是你以前曾经在这些公司工作过 都给你进行一个签证限制 罗宾大叔现在看到的 这个蓬佩奥发表的一个声明里面 并没有说的很具体 他只是说 美国对中国某些侵犯人权的技术公司的雇员 实施签证限制 注意啊就是技术公司的雇员 那就是包括了这些公司的全体雇员 包括管理层 包括老板都在这个签证限制里面 那签证限制就包括两种 一种是签发签证 还有一种呢就是撤销签证 这两种 那如果这两种一起上的话呢 你显然是没有去美国的机会了 没有去美国的可能了 所以像程序员啊 像马农啊 像IT员工啊 你在找工作或者跳槽之前呢 最好看一看啊 这些公司有没有可能 在美国的这个制裁名单上面 或者说呢 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潜在的 第二批的制裁名单上面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风险的话 建议好好的想一想啊 要不要为了这一份工作 而放弃自己的美国签证 放弃自己的加拿大签证 放弃自己的澳大利亚签证 放弃自己的英国新西兰签证 那如果你觉得是不值得的话 那谨慎跳槽 谨慎前往 那当然除了对于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美国同时也宣布了 对于PLA军队里面的人员的一个签证禁令 还有呢就是另外有11家这种棉房企业 也受到了制裁 可见啊 我看了一下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官网 好像至少一大半都是讲这些制裁的 签证制裁的 或者对于中国某些方面表示不满 表达不满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中国中美关系真的是处于近40年来一个冰点 一个低点 两国之间的互相仇视 互相敌视或者互相看不上眼的真的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作为个人建议不要去冒太大的风险 或者就为了一年几万块钱或者十几万块钱 年薪的增加去跳这个槽 或者去加入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那你如果是作为这些 在这些高科技企业里面做的家属啊 亲属啊 你也可以劝一劝你的老公 或者劝一劝你的家人啊 如果是要去这些公司工作的话 还是审慎的想清楚 万一美国把这个再加码 有可能会涉及到 在华为工作的雇员或者管理层的直系亲属啊 就和传言中的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制裁一样 他把亲属也放在里面了 那这个一旦加码 他只要在这个制裁上面稍微加一笔 稍微改一下 升级一下 那你这个家属也一下子被包括进去了 那这个可真的是亏大了 可能在几年前或者说十年前吧 进华为确实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 或者说是一个很高性价比的事情啊 虽然说工作比较辛苦 加班比较多 但是呢 相比而言 你这个收入啊 你这个年薪啊 各种补贴啊 是非常非常丰厚的 有可能工作个几年 你就有钱买房买车了 你就有钱可以去置办房产了 那现在情况下呢 一方面华为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 华为的5G啊 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受到杯葛 boycott 英国刚刚宣布就不使用华为的5G的基础设施 然后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很多也都对华为的5G基础设施说no 然后呢 华为还面临着这个芯片禁运啊 基本上像这种芯片制造企业 台积电啊 这些都不会给华为供应芯片了 那华为只能依靠自己比较粗糙的 这种芯片制造水平去和其他的那些手机 或者说其他那些IT企业去竞争 一方面是供应端被切断 一方面呢 是客户端也被切断 相信这个企业呢 就算是很强 就算是受到了官方的强力的帮助啊 应该也撑不了多久 那何必去为了这么一个日薄西山的企业去拼搏 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命运绑在这艘战船上面呢 好好想想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啊 就是如果是有想要入党的那种入党积极分子啊 或者说预备党员之类的 组织上想要你更进一步啊 追求进步 想让你成为正式的party member 你肯定会好好想一想的 那作为华为的这个潜在雇员 你是不是要拿这个offer的时候 也是再想一想 好好的想一想为好 那当然了 希望罗宾大叔 所有的客户 所有的潜在客户呢 都不受这些签证限制的影响 希望你们都来自非华为的企业 没有受到制裁的企业 希望你们家人或者你们本身呢 都不是CCP member啊 这样的话呢 还能够顺利的申请到美签 那当然如果你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或者有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 也欢迎来向罗宾大叔付费咨询 罗宾大叔的微信号呢 是82747970 82747970 罗宾大叔呢 可以为大家提供 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赴美生子 赴加生子 以及一个南太平洋小国 叫瓦努阿图共和国的 移民咨询和签证代办服务 好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聊 大家好 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0年7月20日